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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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天津衛士大型情感節目 愛情保衛戰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 全新号顿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好了 接下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文静儿 所有女生听我说 谋爱之前 先谋生爱人之前 先爱几哟 把爱情的激情 变成面对生活的勇气 你的人生才会变好 相爱呢 其实就是相互服软 希望我们都能找到 那个愿意为你服软的人 大家好 我是曹霍阳 我觉得要想爱情过得好 打开电视 看爱宝 好 大家好 我是新唐米娜 愿大家相爱容易 相处不难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求助的三组嘉宾登场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队情感嘉宾 李先生57岁 来自辽宁 退休 申女士54岁 来自辽宁 退休 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他老了老了 真是越活越叛逆 总是跟我对着干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不是我跟他对着干 而是他哭着鱼太僵 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 在外边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我真的说他过不下去了 他现在赌气搬到儿子那儿去住 就是要给我分居 我都被他压迫一辈子了 我不想老了还过这样的生活 我要我的自由有错吗 要翻身了是吗 要翻身 要翻身啊 您这打算分几步翻身啊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也得差不多分几步吧 赶紧说吧 就是说 我就想争取我的自由吧 不是 你这都怯深深的 你声音大一点 我要翻身 我要控制 怎么您就 对 怎么您就 把妹子都惹了 突然就想翻身了呢 因为又是啥呢 我们在结婚以后吧 我的家庭条件挺困难的 反正是什么矿山 以前在地面单位 挣得挺少的 后来之后 我就下井去当井下工人 井下工作也挺危险的 但是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这不是干了将近20年吧 我就是退休了 我本想着这回退休了 是不是应该过得 是幸福的晚间生活啊 就是幻想了很久 没成想 幸福生活没得到 现在得到 天天被他的侧耻 激动了 你看着呢 我因为什么跟他吵啊 人家都有那么一句话 说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 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 我儿子今年30岁了 不没有对象 你说我这当母亲的着急不 我就想让他赶紧成家立业算了 你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要车有车 要房有房 就差个对象了 我就相忠 他班上有个小张 今年26岁 一米七的个 特别稳的 我一眼就相忠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李啊 你去跟小张提提这门亲 是不是啊 撮合撮合两个孩子 他天天没事 叫我去撮合去 我咋撮合 别的不同意 我哪有面子的 说是不管 其实你这才背着我干啥事的 背着我一个 儿子找对象呢 也为理由 跟一个女的聊上了 聊暧昧 我跟谁聊了 跟谁聊了 我有一天 我从卫生间出来 我就看着个沙发上 拿着手机 笑得前响后响的 我以为他看视频呢 我说老李啊 你看啥视频呢 给你开心这样 让我看看 没有没有啊 我一看不对劲 我一拔 我就把他手机抢过来了 一打开一看 和他年龄差不多的 一个美女 叫何花 聊上了两个人 聊的内容是啥呢 哎 对了 没啥就是说 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让他给我儿子 介绍对象吗 不是 你别狡辩了 不是 我告诉你们聊啥了啊 嗯 一开始是 聊的介绍对象的事 但是后来就不是了 后来说的 大哥呀 吃饭了呀 他说这话说的 几点下来呀 几点去呀 干啥去呀 我们约好了 介绍两个朋友 再一起拒绝 那怎么的 有错吗 你别不承认 你明明就是和人家聊暧昧 你呆当陷害 你跟何花 你老实交代 你跟那个何花 认识多长时间了 认识多长时间了 别跟我说 我多长时间 我跟何花 不是打麻将时认识的 我让他 给我儿子介绍对象 大哥啊 大哥啊 我听着是 你让何花 给你介绍 别的朋友 你是让 给自己相亲 还是点儿子相亲 这个之前吗 这个之前 完了我就说 你给我儿子 介绍对象吗 这么时间长了 何花说的 没有这个相当的言 我说那你这朋友啥的 给我眼见一下的 这不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吗 刚才说到打麻将认识的 您是特别爱打麻将吗 一提打麻将啊 我这心脏不大好 就是跟那时候 落下的病根 他年轻的时候吧 他就爱打麻将 毕竟有工作牵扯的 有时有傻的 现在可倒好 打麻将成他一活了 这就打麻将 我就自由了 承认了吧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那次中午吧 是回来吃饭了 到时候晚上呢 到点了 哎呀 我说今天咋没回来呢 当时我没生气 我就想 没回来 我就给他留点饭菜吧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一看 身边没有人 我第一时间赶紧打电话 我一打电话关机 打电话找不着人了 我就猫牙子了 我说这可咋办呢 他所有的经常玩的地方 我都去了 没有 我一合就算了 爱上哪去上哪去吧 我回家 结果我到家一看 人家个沙发上坐着喝水呢 以前我们玩拔将的时候 他都早找不着了 我这回呢 我换个地方 我把电话关机 我怕他打扰我 我一看他气弹样 我哄我 我就说 往后不玩了行吗 给他气过枪 就是气负他们 那个时候我去心脏就不太好了 连下 我也害怕 连下在着急 完了之后就哄我 说是 还是给哄我了 哄我了跟我保证 说再也不玩了 后来你保证你说话算数了吗 你 没玩 我实际没玩 小卖店玩呢 小卖店怎么回事 有一回是 我家是整饭 没有盐了之后 说你去买点盐去 我这去吧 到这小卖店呢 老板说正好去三缺一 正好来你救急 这呢我就到小卖店就跟他玩上了 他吧年轻的时候这个腿啊受不伤 我就合计是不是上楼梯着急 崴着摔哪了 你说我这不赶紧的锅我就给火给毙了 我就赶紧去三卖店找他去 我一看这家的 他去了之后 跟他玩上了 他这一去可都好 这家伙的 你看我玩来劲了 跟我说带个哈 给我损的 那没办法说 后来就打到啥程了 咋的呀 我损你咋的呀 我骂你咋的 把麻将你给我揍了 后来揍了一看 我说这啥程啊 这可不行啊 这不是眼睛老板 他说的有点过了 其实不是那个麻将鸡 那麻将鸡那不是 固定多沉呢 我能收到吗 我就是把那个麻将扬了 知道吧 他现在就是夸大气势呢 害我把麻将鸡收了 那你就揍了吗 我又扬了 怎么的我就揍了 还不承认 完了之后 卖东西那还耍猴呢 我一看这样 我说我赶紧扬这 我说姑奶奶 你心情好吧 你要给我个面子 别让我在这样下流走 把咱回家吧 把这有啥事 回家解决不听好吗 这样好说歹说 回家了 这之后也没人敢找 您打麻将了估计 大哥麻将您是不打了 但荷花还在您微信里吗 现在又不咋联系了 儿子也不找对象了 是吧 该找也找啊 不能不找 那天 搁小卖店那天 有没有那个荷花啊 没有啊 没有是不是 没有 没有没有 来来来 咱说点 我咋一挑事 你们就能刚好 这真的是 咱说点大事啊 就是现在 您想要翻身 您主要想要 从哪些方面翻身呢 从经济上面翻身 好意思 你 看什么 啥叫经济啊 钱呗 钱对 还用上词了呢 怎么的 你你你也不会说 听我说 好好好 我也闭嘴 我退休之后 一个月给我多少钱 这个数 一个月五百 一个月五百 够吗 他说我这 这回啥呢 我不要钱了 那您要啥 我要工资卡 工资卡 是不是一直都是 夫人保管着 是 工资卡是在我这 我不是说 不讲理的人 我也不是说 那控制欲 那么强的人 我为什么要 要他的工资卡 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 他家里头困难 我们连个房子都没有 他那个时候吧 一个月工资二百多 我呢 一个月是一百五十块钱 半个月没到头 说啥呢 哎呀 老婆 跟你商量点事呗 我说啥呀 啥事啊 说 那个没钱花了 我说什么 二百多块钱 你花没了半个月呀 我说从现在开始 你要是想跟我过 工资卡必须得交给我 打那开始 就打下这个底了 这不就一直交给我吗 这个工资卡 交给我之后 就是过了这么多年 现在要房有房 要车有车了 是 老了 退休了 他一个月 现在开四千多 我开两千多 你说那老了老了 咱们不得 在那儿过河钱吗 有一回是 我家我那个 侄儿结婚 结婚之后 俺俩喝就好 他说到这花多少钱呢 他说得 花五百块钱 我现在这花五百块钱 也行呗 去了之后 到那一看 我侄儿才平倍的 人家花两千 我到那 我是说一叔叔倍的 我再拿五百块钱 我觉得没有面子 完了之后 我就说 没钱啥整 给我儿子打电话 我儿子给我转了两千块钱 我把这儿办了 当时又给我超了一头 我生气啥呢 他拿我当空气了 两千块钱花出去了 我都不知道 你把这个事告诉我 你咋就知道我不能同意呢 平时要钱都不给 赞公司要钱都不能给 所以您是觉得 他有尝试摆脱您对他的知情权 是吗 对 这个家有我的一半 花出去这两千块钱 有我的一千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咱姐姐刚刚说了 这个家有您的一半 他的工资有您的一半 所以他四千多工资 还人家两千倍每个月 我现在给他想办法了 我让他有啊 我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你说他退休了 整天打麻将 这也不是个事 对吧 就给他找了一个保安的工作 一个月呢 还能收入两千多 我当时也跟他说了 我说老李涛 你天天要钱钱钱的 我说这两千多 挣了 我一分都不要 而且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结果可倒好 半个月没到头 我同学就问我了 你家老李涛不干了呢 我不干了 保安那会说 是有的时候也挺小的 但晚上那精神呢 忙忙道道的 身长了 根本就一休息 两觉睡不着 两千 两万会不干了 我受不了 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啥事都不跟我商量 我们家买车了嘛 买完车之后 我们家这个车 成了公车了 别提了 有车嘛 完了跟前车 让我上水阳机场接个人 住人为乐吗 我把人接回来了呢 一回家可以开门 完了 钥匙把门打不开了 把锁头换了 走茬也没告诉我 去接站去了 那天我出门嘛 我门一关 我说坏了坏了 钥匙没拿出来 我一打电话 我哥沈阳呢 然后我就 立马找个开锁的 换了 我也不知道 他啥时候回来的 这不进不去屋了吗 上儿子家住了 跟他生气我翻不上啊 到儿子住我省心呢 那我就问您一句 您还打算搬回去吗 咋说呢 他能就说原谅我 我才能可以考虑考虑的嘛 好 你这是要提条件对吧 对啊 那提 来提条件 把条件提出来 必须对我好点 不能一干啥就像骂儿女 是真的 怎么好 好点是多少钱 对 一千一 我以为这么大的力气 你好歹说两千 结果就一千一 我这都咬后潮牙说的 稍等我问一下 是在原有五百的基础上 加一千一 还是一共要一千一 你真会算 你知道吗 一共啊 一共一千一 加六百 没问题 交给我们了 我的意思啊 一千一啊 如果真是 因为男女立场不一样 男的肯定更倾向于男的女的 就折中一下 五百块钱 加一三百块钱邮费 你看八百就了 那也行吧 你看 你看 他都说也行吧 刚才也行啊 阿姨 其实他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台阶 让您让他回家 其实我看了很久 你们俩 我觉得你们俩是天生一对 就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然后两个人就跟火宝一样 就是非常的快乐 你很宠他的 我从您每一字每一句 都能看出来 您对这个叔叔的宠爱 叔叔其实我也感觉到 他很依赖您 他也陪伴了您 大半辈子了 他也给您提供了 这么多的情绪价值 他也保证他以后 就每天就乖乖地听您的话 他以后继续呵护你 你就看在这些情绪价值的份上 你就给他长到 六六六怎么样 六六六 越来越少了 其实我还像给您说话 我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来 龚琪老师加油 六百六六 你就挤到八百八十八 大姐 我又问一个问题 就是儿子搬出去住 您乐意吗 长大了吗 虽然说没有 甚至您也挺不乐意的 是 那你知道儿子 为什么非要搬出去住吗 就是看我俩总是吵 除了和他吵 除了和他吵 你管儿子是不是管得也挺紧的 我跟你说个道理 所有的人都是像弹簧一样被你压着 你儿子被你压到二十六岁 你这个老公被你压到五十七岁 每一个人都被你死死地压着 我知道 年轻时候您肯定不容易 家里面啥也没有 一手一脚创造出来的 所以不压着行不行 不行 不压着这个家就起不来 所以你拼命压着压着压着 但是有一个问题 所谓的老年叛逆期其实是什么 是报复性自由 这个男人他忍到了五十七岁 才有今天的叛逆 而且还是在他儿子的鼓励之下 是不是在你儿子鼓励之下 你自己信你清楚 有可能吧 对不对 如果你再给他压下去 他这个报复性的自由 可能会来得更加的猛烈 这样吧 您给他每个月买五百块钱邮卡 不要给他现金 五百块钱邮卡 让他去跑滴滴 然后你看他麻将也不打了 还能赚钱贴补自己的零花钱 人还能在外面有个事干 你还能随时抓到他 因为那滴滴不是有定位吗 真够狠的呀 陆西老师 他这样你觉得钱更多 你不觉得这个叛逆的男人 其实很厉害吗 看似家里面的财政大权 在阿姨手里 可其实他干得 装装件件的事都在彰显着 他在这个家里面 其实是那个说了算的人 第一点 打麻将 每天都去打 说打到几点就打到几点 彻夜不归也不打个电话 就您主意挣着呢 第二点 跟那个荷花女士 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三点 说搬出去住 马上就搬到儿子家去住了 也不跟阿姨打招呼 所以您真的是被欺压的 那个可怜的男人吗 我并不觉得 为什么今天阿姨会来到现场 她会觉得难过呢 是因为第一 您离家出走了 第二 您提出了要回家的条件 所以这伤了阿姨的心了 她觉得你之前 怎么折腾怎么闹 我都可以包容你 都可以忍你 但是现在你忍走了 是什么意思 您知道分居这件事情 对一对夫妻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离心离德了 你们相伴大伴辈子了 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别在这个时候 给对方气出一身病来 那就不值当了 所以我建议 1100还是1200 还是800还是500 其实没那么大的所谓 对不对 阿姨 你真给她1100 她还能真跟荷花走了吗 不能 您掌控这个钱是为了什么 您该攒的钱都已经攒下了 对啊 何不这个时候 相互给个台阶 相互服个软呢 我全程听下来啊 我也觉得是 两个人真是天生一对的 那个感觉 其实问题都是在 家常里短上 但是我就想说输入两句 就有些问题上 可能在我个人来说是 相对不是很认同的 您想阿姨能在小卖店里 把麻将给揍了 您觉得丢人吗 丢我面子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会说 给儿子介绍对象 跟同事说一声 你会觉得那个事丢人 我是觉得 有些时候吧 你作为一个男人 甚至说作为一个父亲 是有一个事 您说的是对的 现在是自由恋爱 虽然是自由恋爱 但是父母 能帮上忙的时候 尽量帮着 又没愣撮合 让两个人在一块 就介绍一下 我觉得您这个事有点 就是哪怕您张嘴说一句 阿姨这可能会觉得 我老爷们在家庭这事 在孩子这事上尽心了 甚至有那么点机会 你出去打麻将 你还睁眼闭眼了 其实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俩人互相协调就过来了 那您就顺嘴说一声 阿姨说 你去问问他们家 乐不乐意 人乐意就乐意 不乐意就不乐意 这不比周卓强吗 这事不 我气得怕人家不乐意 但是您起码说 咱当爹的是不是 有时候为了孩子 就说一句话的事 我是觉得在某些问题上 是不是 某些问题让阿姨接受不了 其实您是办得不太对 我觉得 不一定 有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自知之明 自己知道那闺女 确实挺优秀的 那闺女优秀的 也许我儿子 确实配不上 今天我听下来 我觉得特别地窒息 当您老用叛逆 去形容一个男人的时候 请问叛逆的反义词是什么 也就是意味着 他过了前面的几十年 顺从听话的日子 一旦这个男人 不再顺从了 你就要把他 像孩子一样地训 刚刚陆琪老师说 你儿子因为受不了你 而搬走 我还要告诉你 更残酷的 你儿子因为不愿意 过你们这样的日子 因此拒绝婚姻 一个有房子 单独在外住的男孩子 却没有一个恋爱对象 没有一个女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唯独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婚姻让他觉得可怕 结婚干嘛呢 结婚意味着 工资卡要全部上交 要被另一个女人 指着鼻子骂 要被另一个女人批评 社交是错的 打牌这一种爱好 是不可以的 如果有异性 可以聊个天的话 那简直是冒天涯之大不为 今天他只需要 跟您提离婚 就可以拿走他的工资卡 一半都不用给你了 他也可以分走你们的房子 分走你们的车 可这个男人只要 咬咬牙 咬着后槽牙 只争取了再多给我六百块 所以如果您想要一千一 我绝对支持 甚至我认为一千五两千都可以 但是该给大姐的 你必须得给 不管是一起旅行 还是一起吃饭 陪他做饭 给他喜欢 还是夸他 赞美他 领着他去散步 陪他去做 你不爱做 但他开心的事 跳跳广场舞了 烫烫头了 这一类的 您自己也得表一个态 告诉他 你能做什么 这才能够对等地 拿回你想要的 那一部分自由 那这样 二位呢 可以坐那儿想一想 阿姨到底同不同意啊 就是把这个钱 涨到一个月一千一一 对吧 您就坐那儿 就想这个问题就行 然后也想一想 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 待会儿你们出来 给你们一个条件 就是要阿姨 您要同意一千一 您就出来 您要不同意 这事还没想明白 您就别出来 行吧 好不好 好 来我们有请第二组 来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唐先生三十六岁 来自山东 戴业 陈女士三十六岁 来自山东 工人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对方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懒 不上进 自私 靠女人赚钱养家 算什么男人 他根本就看不到我为这个家的付出 看到的永远都是我的缺点 还动不动就发脾气 离婚是谁提出的 你觉得你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吗 是他提出来的 我也很无奈 只能挺大的 他这么不负责任 这日子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他要是一直不改变 这会儿我不可能跟他复 二位现在是离婚的状态是吗 对 那今儿是谁想来 今天是我想来的 怎么说呢 我跟他在一起吧 挺难的 当时是 一个女人嘛 带着一个九岁 一个六岁的孩子 然后工作也没有 收入也没有 然后就是属于挺艰难的生活吧 在那个时候呢 他有答应我 就是愿意承担我的生活 也愿意去对我的孩子 像亲生的一样 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们交往了多久了呢 我们两个交往时间不长 但是我们认识的很久 我们14年就认识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离婚 你们俩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然后他是在知道我离婚以后 差不多离婚了三四个月的时候 然后他才跟我联系 说我听说你离婚了 带个孩子很不容易 他有过婚姻吗 也有 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其实凭心而论 你一个女人离婚带俩孩子 肯定是再找人也不太好找的 再加上也不愿意去说 对你这个孩子会当亲生的一样 我有这个担心 当时他就有跟我承担说 我会对你的孩子好 然后也会愿意存在你这一部分 我也确实当时是需要 这样一个人来帮助我一把 然后当时我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 可是在一起之后没有多久 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 做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啊 三个多月吧 然后就是我怀孕了嘛 怀孕了之后 当时就是他也不工作 他就天天在家里面除了吃啊 就是玩游戏 然后睡懒觉 那你说我家里面开交那么大 你天天的也不工作 那在吃什么喝什么呀 其实那时候我一直是有工作的 只不过就是那时候 确实是赚的很少嘛 就有一次我回家嘛 我就看他跟我们家那个老大老二嘛 在家是喝泡面天天的 我就行走 那我在外边 其实那时候 一天也就赚个一百来块钱是吧 也不多 然后我就行走回家嘛 就赶个急 卖个衣服 像一天也是百来八十的是吧 在家照顾照顾他 然后起码能给他做做饭 然后那个老大老二也不用他操心嘛 因为那时候还小 上学需要接送嘛 就回来了 那你说的冠冕弹簧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就是为了自己懒 不负责找借口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 我连产检的钱我都拿不出来 然后一直都不 那对方父母也不会说 支援你们一点吗 他不去开这个口的 那产检没钱怎么办呢 不产检了吗 之前跟我朋友先借了一点 但是呢当时去的时候吧 我彭中有事他回不来 他说让我稍微等一下嘛 然后就等到过程中 我们两个就潮起来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事就是你不负责任 你没把我当回事 我怀孕了 我到产检了 你才想着去借钱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生 就是您为什么 咋死都不愿意回去 跟父母开这个口 你看我妈本身身体不大好嘛 父亲越来越在工地上干活 她的收入也不是很高 我就感觉那时候 我们两个成千利益了吧 他们能不让我们照顾 就不错了 我倒是真的觉得 不应该跟父母去 赠这个口要这个钱 你已经都这么大了 你都娶第二个老婆了 你还没有点谋生的技能 和挣钱的能力的话 你娶第二个老婆干嘛呀 然后那个小太太是不是也没把 他小太我跟你说吧 天冷我不去 太阳大了不去 起来晚了我不去 有时候还得不要着我 你看我那种怀孕 都约分很大了 你跟我一块去 我要不去他也不去 就是这事说出来 你们都可能不信 就是我到生孩子没有钱 我去刷的我自己的新闻卡 生的孩子 生完孩子回来 然后孩子奶粉呢 尿不湿 从头到尾 全是我跟我朋友亲戚界 是 我承认 再也不能全说他不好 生完孩子三个月 做月子 他是有心理亲为的伺候我三个月 他做了三个月的月子 你当了三个月的月嫂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差不多就是那个月子 那你说 做完月子 你为什么不出去干活呀 你知道吗 我们紧迫到什么宠旨孩子 交学费呀 交饭钱呢 家里面交保险 这些钱都拿不出来 都要我靠我去 舔着脸去跟我那些朋友借 到后来我朋友看见 我一跟他发信 一都 你别跟我说了 因为你借的钱 你还没还 你又去借人 肯定不愿意的 我就没办法 我就逼他出去干活嘛 然后你看哈 我们家邻居不是有干 那个押育员的哈 一个月六千两块钱 男孩子嘛 开个车跟个车不挺好哈 我就想发设法 就是从我娘家 要了一千块钱 给他包了个学班 然后就考了那个押育员证 那咱去干活不挺好 他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你说 他就养成那个懒惰成性的毛病了 他不去 他干嘛 他跟人家老板打电话 哎老板 你这个活我能放假吗 我一个月能回家几天呢 我可以休息几天呢 他先跟人谈条件 人家干活干活好 哎出门之前钱没怎么赚呢 你先给我买上工作鞋 工作衣服 然后给我买上吃的喝的 他也得抽着烟 还没一分钱没赚 两千块钱花出去了 一个月回来了之后 拿了五百块钱回来 不还倒贴一千五 那你说你这回 你还不如不出去干呢 然后我就说你别干了 我干 当时他的四叔 是在工地上干那种包工头的嘛 工地上工资一天一百五现钱 到了工地我就后悔了 那工地都是老爷们干的 扛水泥扛砖头的活 那水泥我真的扛不懂 他让我从一楼扛到十七楼 一百斤一带子 我才九十五斤呀 委屈的不行不行的 然后我就 我就那个难受嘛 回家我就跟他吵 然后我跟他吵的时候哈 他还真正有词的 我也没让你去 我比你去了吗 你不自己去的吗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心灰意了 我就不想跟他过了 我就把孩子扔给我婆婆 我就出去找活 就找了现在这个工作 我这个工作当时是找的 说工资不高 三千块钱一个月 然后我又属于那种就是 我要干我就干好 要么咱就不干 当时是去了一个月 我就提了小组长 工资翻了一倍 哦厉害 工资翻了一倍之后 把他我就心思 那我工资翻了一倍 他再把他那个押韵捡起来 干点 那我俩一跪 咱也有一万出来块钱 是吧 那个还还债 然后收费就够了 他就不 他就在家里面心安理得 就是每次他出去干活 我得跟他干一张 干了三天两天回来了 拿回钱八百块钱 花没了 你再跟他打一张 他再出去干活 他就是这种 就是你不逼我 我就不出去 这里承担 他躺着玩游戏 打游戏花钱吗 就因为这个事 是我跟他离婚的 最大的导火所了 到后来 我不是嫌他这个 三天打游 连天晒网吗 我说那你就跟我 上场里吧 他也去了 挺听话的 去了之后 他干了四个月 不到自己通谋辞职了 人家通谋辞职 你不干婚 你在家你给我安安分分的 你别给我找事啊 我在那上班 拼命地赚着钱呢 他在家里面 玩游戏 打赏主播 背着我 还把我买的车 买 就我俩那个 买了车之后 他刚还完车贷呀 他就把车给我卖了 你俩那么困难 还买车了呀 其实这个事 我还没跟你说 买这个车 做的时候他答应我 你给我买一项车 我保证好好工作 一个月还 两千六百块钱车贷 车给他买了 他也不干活 车贷也不还 那谁还车贷 我呗 那为什么后来 你又出尔反尔呢 没有出尔反尔 那时候就是 我们刚买车的那会儿吧 对 他是没出尔反尔 反正他永远都是 干三四个月不干嘛 你就跟老师说 你为什么去打赏人主播吧 你为什么家里穷都 都接不开播了 你还去给人抽出来吧 那时候确实是我 我确实是没有钱 我手里哪有钱 给打赏主播呀 其实那个主播吧 是我朋友 是我现实当中 我认识的 男生就说 男生 当时是三千块钱 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他刚开始直播 他需要做人气 然后需要有个噱头 但是他自己的号又不行 直接找着我的 因为我们现实中 就聊得挺好嘛 他说我把钱给你 你冲上之后 我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 需要刷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你给我刷出来 但是他欠了多少钱 他欠了四五万呢 我们家那个车 他卖的时候 卖了四万几 来着四万二 车卖了四万二 我一分钱没看到 你跟我说 就三千块钱 你们信吗 他里里外外 我跟你说 又是开会员呢 又是冲这个 又是冲那个 记录全有 每一笔都有 主要花在哪儿 游戏 然后他就不承认 就到这个时候 我就这 就是下顶绝情 我就是不跟你过了 没法过了 我一旦发现 我不想跟他过了 我就能发现 他所有的毛病 你就发现 他对我孩子 也没那么好了 就是我们家 有个监控 因为平时 我上夜班不在家 家里就小孩在家 不安全 然后我就看那监控里面 就听到孩子 哭哭啼啼的 我就心咋着 我就回家下班回家 我一进门 我姑娘 啪啪啪啪啪哭 我说你咋了 我爸教育我了 我说你爸 为什么教育你 我爸冤枉我 他说我欺负我弟弟 他就冤枉他 当时那些事 确实是我做作了 因为当时 听见老三在那儿哭 然后我就过去 我问老三 我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哭呢 他说姐姐打我 姐姐欺负我 我当时一听 我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我就教育 我们家老大帮 我教育完之后呢 那个我们家老二爷说 说那个姐姐 没欺负弟弟 是弟弟在欺负姐姐 你就是没把他当亲生 但凡亲生的 怎么说呢 他也不是说没有好 就是说将心比心 一点都没有 他有做过什么好事 来您说说 有 这个将心比心 咱也不能说 媚着良心说话 我跟他这么多年 他没有让我做过一顿饭 我只要进家门 他会给我把饭做到手上 会有热饭端到我手上 可是如果你饿死了 谁去帮他赚钱呢 其实赚钱这方面 其实我想得挺开的 他既然赚不到 那就我来赚 他谁能赚谁出力 想得这么开 他为啥要离婚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在想给他一次机会 你知道吗 我就是想通过离婚 刺激性的 你好好的工作 那个时候要离婚 其实我做的那些 我就是故意的 你不是说我懒吗 天天我在家 什么事也不干 就在玩游戏吗 那我就在家 天天玩游戏 然后他还会到 我儿子春天罐敲碎了 拿钱去买烟 然后我儿子就跟我 离婚了以后 会有什么抚养费之类的 这个我就必须 有必要说一下 我俩离婚的时候 他是说什么 抚养费归他 三个孩子 他一个都没给我 你看从七月份 到现在这离婚 天天跟我要钱 叔叔阿姨是过来人了 您能怎么看他们二位 一个男人嘛 干啥就是说 我挣钱 哪怕今天我挣了一分钱 我也长久地去坚持下去 你不能说出外挣钱去 就是说我挣一天 帅一天 不能那么考虑 只要一个月坚持下来 就是一笔可观的手 这么对比下来 您家老李 是不是还挺好的 要一千亿不过分 就不搭理你 阿姨今天恨上我了 来 文婧老师 我觉得就是跟所有女孩 说一句话吧 其实爱情 它不是解决人生困境的解药 就是你的付出 要给值得的人 就是一个爱你的人 他会把你宠成孩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不爱你 他能把你熬成疯子的 就包括对男生 也说一个话 就是如果当你没有能力 没有责任去 对你的另一半进行帮助的时候 请你不要说什么爱不爱的 这个东西很虚无 当然帮助它并不等于爱 但是爱里面一定要包括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说您以后能够 如果你们两个还想往下过的话 你要给出你身体力行的帮助 给到它 不管是精神上的 还是物质上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是一段关系 至少它是一个对等的前提 我目前觉得你们这个付出 和你们这个收获的 它是成反比的 你信不信啊 你小儿子以后性格跟他一模一样 下一个受苦的就是你儿媳妇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把一种东西传承下去 这种东西叫无赖 无赖就是 不断地去利用别人身上 美好的品德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他心里面只有自己 只有完完全全的自我 你所有的那些美好的品德 在他身上像是什么 像是苍蝇看到了一块糖 你就是那块糖 苍蝇盯上你的 它不仅盯上你 还要在你身上生一堆的赞 苦难永远是留给那些愿意吃苦的 你就是那个愿意吃苦的 我相信你的前夫也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你永远遇到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你把所有的责任都付完了 所以到最后你不仅害了自己 同样也害了你的孩子 你那两亲生骨肉未来会恨你 为什么 因为在我妈妈和我的继父离异的时候 居然把我扔给了继父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你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吗 还是你已经被一个无赖给完完全全地洗脑了 你也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所以想一想 今天如果你真的负责任 带上你的两个孩子 赶紧走吧 我就特别想问一句话 你要这个男人干嘛是 我们家老大和老二 一个是五 一个是一了嘛 他们跟我说 妈妈我不想你再离婚了 爸爸我们也很喜欢 他跟我的孩子相处得超级好 你在刚刚离婚半年就跟一个男人再次结婚 你有考虑过你女儿怎么想这事吗 突然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出现在九岁的女孩面前了 马上要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女孩 我能感同身受你女儿的那种的感觉 就是你让他强迫去接受一个陌生的男人 现在又强迫他们去接受这个男人的离开 对他们来说 孩子来说 他当然不喜欢改变 因为再次分开 他们会害怕 再次回到九岁的时候 突然一个陌生的男人又出现在面前了 所以孩子是真的离不开他吗 你搬出孩子这个借口 我就觉得很可笑 就是你永远在一意孤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这婚到底付不付 关系到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选了咱就别抱怨 要么你别选 这个打他们俩一上来 我觉得呀 你看男嘉宾从外形上跟状态 跟感觉上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就给人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不黏生不黏缘 平时老老实实实非常本分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通过深入的了解之后 发现满步是那么回事 包括每一件事 女方提出来之后 她马上就能解释 其实她的逻辑非常清晰 她就是 我当时那阶段定义 就是思想上的巨人 行为上的挫子 就不出去干活嘛 对不对 不挣钱我就在家赖着 但是其实再往后听 到下一阶段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无赖 我不说了 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他的时候 应该图的是他对两个孩子好 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和无微不至的呵护 对吧 但是你却要求他 除了在家能够拉磨 还能出去当赛马 你以为的要求不高 但是家务和带孩子 确实是一个琐碎且繁重的 永远看不到头的工作 他可以消磨掉一个人 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气身 当一个男人又要做家务 又要管三个孩子 还要管孩子的学习 还把孩子的学习抓上去的时候 我们同时还要求 这一个男人出去工作 挣回来钱 挣得跟我工资一样多 凭什么 蜡烛不能两头烧啊 姑娘 你让蜡烛两头烧 你永远都会觉得 我的快乐怎么那么短 就那么短的 他烧完了 这个男人看重的假如 就是他能够把家大后方料理好 就是能够把几个孩子带好 那么我想过 我想要的美好人生 我自己努努力不行吗 我自己再逼自己一下不行吗 既然我真的不爱做家务 既然我真的管不了孩子的学习 我就管自己的成长不行吗 最多就是对他要求的 大象开支不同意吗 咬紧牙根不买车 不就这件事吗 再说回来了 男人说我买车的时候 你自己脑子里头虚荣的那根弦 没有被拨动吗 没有想 他接送我有一辆车也挺好 没有想过吗 真的都是来自于男人有一个驰骋江湖的梦吗 你的苦日子是你自找的 你遇到这个男人之后 你的苦日子原本可以过上至少六十分 但是因为不知足 因为觉得我还可以过得更好 逼迫他的时候也逼迫了一下自己 假如当年跟他结婚的时候 稍微存一点钱再结婚 假如结婚之后不那么着急要孩子 存一点钱再要孩子 你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 你们缺的其实叫做未来的规划 两个人都是异想天开 想哪出干哪出 你其实比他还莽撞 你的丈夫在后头没有少收拾残局 到今天你不离开这个家 因为你自己很清楚 你走了 孩子你一个都带不走 因为你没时间管 这个男人所出的时间 和所出的这些心理 被你无情地磨灭 你对得起你的孩子们吗 婚如果想付就付吧 这个男人承担起家里头 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 稳住后方就够了 不要要求一头驴子 边拉墨边跑到赛场上 去跟赛马拼 不公平 老师的意见给完了 你们两个人好好坐那儿想一想 听别人的故事 以后想想自己到底怎么办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三组嘉宾 本期第三队情感嘉宾 张先生二十五岁 来自黑龙江个体 刘女士三十二岁 来自辽宁主播 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想和他结婚 我觉得他就是我一生中想要照顾的那个人 可是他总是拒绝我 我和他相差了七岁 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跟他结婚将来我一定会很累 我幼稚 明明生活中一直都是我在照顾他包容他 我不明白他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提结婚就是一时冲动 他幼稚 我不能陪这个一起 今天是弟弟来跟姐姐求婚的是吗 一个很想求 一个很想拒绝的样子 姐姐一点都不愿意 来 讲讲你俩的故事吧 我俩是在直播间认识的 二三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刷直播团购 他正在直播卖那个喜遇门票 当时我感觉他说话声音挺好听 那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想认识他 经过三四天 我在直播间跟他互动啥的 包括我也买了几张团购 然后他告诉我 他个人账号的逆程 刚开始他骗我 他说他是95年的 我说我是92年的 我觉得那两个人要是说 差三岁的话 相处相处也行 结果呢 出了一个多月之后 有一次他朋友来找他吃饭 然后我看他那个朋友长得 就是挺小的 就一看脸一脸窒息 我说你多大呀 他说他是99年的 我说你俩是不是同学呀 他说对 小学同学 关系一直挺好 我说那他是不是也99年的呀 他说对呀 99的呀 然后我这才知道 他其实比我小齐碎 然后当时挺生气呀 但是毕竟出了一个多月 也有一些感情了嘛 后来我跟我家里也说 我家里说那既然有感情 你俩相处的还不错的话 那就再相处相处吧 但是时间长了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 不好的习惯也太多了 他愿意买彩票 天天就是买彩票研究呀 你都不知道他上学 都没那么认真 家里那个本就拿出 那么厚一个本 写好几本了 一排一排写 那个列那个数字可清晰了 天天一到八九点钟 老紧张了 啥事不干啊 拿着手机 一边算一边打 然后一天呢 彩票买好几十的 我有这个图片 来来来 今天又买多少钱的呀 五百万中了吗 啥时候去对奖去啊 今天作业题做完了 张先生 每一步令彩票工作 开中 就天天饭没吃完就急坏了 就得赶紧研究彩票 一把一把 那不也有中的时候吗 就是我在家上中奖的话 就是平均每月 就是基本上就相当于没花钱 听他说中吧 天天花都花不少 你在本子上写啥呢 算啥呢 概率 概率 对 我的天哪 就能让你算出来 那这彩票还卖啥呀 这是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我刚去那个福利院 刚去参观过 那全是靠他们建大楼 一撞一撞的 谢谢 谢谢 他是每天都买 每天 一天不太间断的 那他一个月的这个 买彩票用的总数 那一月收入是多少 一月收入七千左右 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 住在我那儿 我有房子 他不住 就是要住那个带电梯的 然后我说就是 咱俩在一起之后 就是我尽量努力 然后把这个钱还 就贷款买的嘛 我把这个房钱还完之后 我先我给首付 再给他买一个 那光是这么说呀 他父母拿首付 给他买个房子 就是为了他在那个 哈尔滨上班方便 他贷款都还不上 然后父母给还的 然后还说呢 慢慢攒攒钱努努力 到时候结婚的时候 正好把这个房子 卖出去换一个新的 他那个小区老破了 就是破到啥样 就是一进去 那楼梯里面都没有灯 然后我家楼下 有那个兼职工作 天天晚上那驿站 挑快件 一个小时说给15块钱 我说你就别买彩票了 你反正天天晚上 睡得那么晚 咱既然想要为这个 以后对生活努力的话 咱看点挣点现钱呗 不干 耽误时间 又看不上这活儿 我一天上班 在家上回来做饭 我哪有工夫啊 然后他还有外债 我这个小店吧 就创业没多长时间 我俩没人之前 我就负债了两万多 所以你每个月的收入七千 其实也是一个 自己说的对吧 是现在收入七千 那么你平时用过他的钱吗 他在你那儿住 比如给你点房租 给你点贴补 现在住了半年了 跟他要过一回房租 之后就没再给过 平时他总会出点水电煤 物业费吧 没有 那难怪要求婚了 喝你的吧 祝你的 就生怕房东赶我走 那他在你身上 投入过多少吗 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是生分一下感情嘛 我俩 然后领他去旅游去了 旅游全程都是你出钱 对 再加上我给他换个手机 也是刷的信用卡嘛 我又额外负债了四万多 就是现在一共六万多了 就我俩出去旅游 其实咋说呢 那是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其实没有我 他正常 他也打算 那个时间段出去旅游 刚好认识我了 那你说一起出去旅游 咱也不是说 一分钱也没花 他就会觉得 这个所有的钱 都是花在我身上 就包括给我换个手机 是 给我换个手机 但是他把我之前 那手机也拿去卖了呀 过去 那金箱链金戒的 没买吗 那我不也给你买了吗 我也不是说一毛不拔 这些事就不纠结 我们大概了解的 一个基本情况啊 反正总体就是 总体就是他没收入 因为六万多块钱的 信用卡账 他上次都还不上了 然后跟我说的 让我给他转四千 倒一下的 然后这后才知道 他有外债 要不我还不知道呢 那撇开这些物质上的 你来说一说 你精神上的不满呗 就是我不是做 带货主播的吗 然后我就是正常 跟同事之间 肯定得有一些沟通啊 包括我下班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复盘 他这个人特别小心眼 然后就愿意查手机 然后就拿你那个手机 一条一条语音那么听啊 就是给你翻那个记录 都翻到前面去了 那你说之前说的话正常吗 你今天几点到啊 然后下班了吗 工作完 提前下班吃 一起吃个饭 我认为这些就是 完全可以打字说吧 就发语音 我感觉就是 另一个意思了 你这样的点是 你觉得发文字和发语音 是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 对对对对对 我跟我同事之间是正常聊天 说工作的事 他倒好了 他跟他前女友联系 就是之前 我把他那个前人已经拉黑了 我说既然咱俩已经选择了 新的感情了 之前那咱就过去了 就不要再联系了 是不是 结果他倒好了啊 就那种短视频号 去跟人家聊上天了 然后哗哗一篇一篇的 一聊都打号一篇一字 那你来找我修手机 然后我把这个账号我发现了 我又给拉黑了 又申请个小号 又整个小号跟人又联系上了 你为什么非得跟他联系不可呢 不是 这是哪儿 第二回是修完手机了 他说请我吃个饭 现在还联系吗 现在不联系了 现在能联系吗 我给他的各种软件 全给那个注销了 然后这下行了 不联系了 现在改出去喝酒了 爱好又增加了 然后天天晚上 跟朋友出去喝酒 一喝都喝到后半夜 就是我本来就是 做这个服务行业的嘛 维修过程中 难免跟顾客 就是搬几句嘴了 我现在这种不好的心情嘛 我也没回家说带给他 我找到我最好朋友 就是一起喝酒 我俩在喝酒这过程中嘛 就没太注意这个时间 回家就生气了 所以女孩为啥没分手 至今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爱他啥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 对我也挺体贴挺温柔的 尤其是做饭上 你们到底是跟做饭 有多大的仇啊 我刚想说这个 你们那么不爱做饭 叫外卖行吗 看了吗 现在翻回来了 想要抓住女人的心 先抓住女人的胃 我就是这么想 那反正您二位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一个要求婚 一个不接受是吗 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你说刚刚相处半年 我说他在这些问题 他都不改 到底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就是你说 能组建家庭的 一个基础条件 你得对人提出具体要求啊 就比如说 咱脚踏实地的 这个彩票就先不要买了 一不买彩票 对不要买彩票了 然后把他自己那个计划 啥的自己都给还上 第二还清外债 然后呢 挣钱争取能换一个房子 第三换房子 确实是我 我就实在不想去住 好 好 下一个 要给个期限 给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考验期 我觉得怎么也得 还得个一年左右吧 行 反正甭管最后 他一年之后怎么决定 现在他提出来了 这三点 然后加上一年的时间 你自己考虑 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其实我作为女生的立场来说 因为我也有过被催婚的经历 我认为催婚的本质 就是一场精神虐待 因为本身我还很年轻 我对于未来的人生路 我自己都很迷茫 如果另外一个人 来催我结婚的话 他催我要赶紧到 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他会加剧我的这种 焦虑感和不安感 另外就是 你就是你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人 你就是值得被爱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告诉你说 我是最爱你的人 因为只有你自己 才是最爱自己的人 那对于男生的 这个方法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恋爱脑 是人间少有的真品 希望每一个恋爱脑 都能找到另一个 恋爱脑的精神伴侣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就是我们发现 很多在原生家庭里面 因为以前都是 我是被照顾被照顾的 然后我独立了 独立之后 没人照顾我怎么办 赶紧去找下一个 能照顾我的人 然后你就找到了他 所以你在未来生活中 就是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在经济上 在各方面 好像是能够 给你们一些包容的 对于姑娘来说 我跟你讲 有一个错误 叫又木强又连弱 就你一边找个小弟弟 你觉得 哇这个小弟弟 这个很可怜 或者我要照顾他 一边又觉得 你为什么不像那个 大哥哥一样 可以照顾我呢 所以又木强又连弱 这是不对的 一个人身上不可能 同时具有强和弱 两种属性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作为一个女性 永远都知道 我未来的生活 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我要一个强的 我的生活 我需要他来照顾我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和弱的吧 能理解这个事吧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想法 其实是正确的 就是一年时间 给他很对 咬紧牙关 老守这一年的期限 一年之后 看看他的存折 存折里面有多少钱 说明这个人 成熟了有多少 你看我们中国广电 那个广告是怎么说的 192就要爱 但是就要爱 咱得有爱的能力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中国广电 有全新的号断 有全新的体验 这就是我们爱的能力 我就说你要有爱的能力 你要明白自己的能力在哪 其实更多的是 想跟女生说的 我觉得你但凡是提出条件的 让对方去改变 你就没有爱上这个男人 你所有对他提出的要求 以及对他在台上 表现出来这些语气 我觉得是带有嫌弃的 就是你压根没有 想要嫁这个人 如果咱没有想要嫁的这个心 我觉得就清楚说明白 你吊着他 你反而更得不到 你想要他带给你的那种感觉 你以为你让他爆个热火罐 爆个一年半载子 他能对你更好 不可能的 所以你想清楚了 姑娘 就是他不是你选择的那个目标 和嫁的那个人 咱们就干脆说明白了 一年什么两年 那都是借口 你就特别像那个 有些不负责任的男人说 你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挣够钱 你给我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还没有 不到结婚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要跟你说明白 就但凡带条件地 让对方去改变 就是不爱对方 我就先问一个问题 如果没换成电梯房 还是这老房子 他确实没这个能力 一年以后不买彩票了 负债还完了 你会租房子跟他结婚吗 这个到时候我现在也没想好 没事 到时候有这句话就行了 所以就像沙娜老师刚才说的 是说清楚 我原来觉得好多人都说 说这个感情是不界定于 非得说这个年龄拉得有多大 说这个就得不到性 不是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 但是在你俩现在这个问题上 年龄还真是个问题 他男方相对单纯一些 有点甚至说有点幼稚 爱恋爱脑 对 当然这个很好 女方这边又特别理智 所以你们俩现在根本就不处在 一个对等的一个沟通状态下 刚才说这个半年一年 其实时间真的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你想要什么 人家现在就明摆着 你别管人家是不是恋爱脑 人家明摆着 我就想娶你 但是你这边呢 就说半年以后 你把这几个毛病都改了 我就 你看他刚才说负债 是 在我这儿也是 负债确实婚前解决 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房子 那可是你想 人家家就是没这条件 我就是换不了电梯房 你根本跟我结吧 负债我也解决了 彩片是我一爱好 我不多买 我跟你商量 我一天买好几次 一天我就买十块钱 土住正好一张 行不行 我一小爱好 他一个月七千 一天十块钱 咱是 这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浪费啊 但是你自己 不有本自己算吗 我就控制这个 我一小爱好 其实这个可能也不叫事 就唯独这房子 其实说来说去 全是你在要求 他在努力去做到这件事 因为你们俩对话就不对等 所以我觉得你想好了 到底要不要跟他继续造成 好 我说了 其实女孩就是想再谈一下恋爱是可以的 但是结婚万万不行 谈恋爱的话 两个人也没有说矛盾有那么一样的激烈 对吧 也不会觉得我要跟你在一起过是被冒犯 但是一旦说了要跟你结婚 你有一种感觉不是抗拒 而是我被冒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你也会像我们一样隐约地担忧 你就像她的买的那些彩票 爱嘛 真爱 真喜欢 琢磨的时候挺有劲的 而且代表一切的可能性 万一实现了 她就可以过上挺好的生活 你怕这个 有的时候我看着这两位苦的女士 我都在想 你们的人生都是自找的 自己选择的 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倒回头去 想我妈小的时候老唠叨我 你如果不会洗衣服 不会做饭 将来有哪个男人要你 我那个时候理直气壮告诉她 我就不要男人 对吧 你一定说的时候确定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妈教育得对 因为我会洗衣服 会做饭 所以我不会因为别人给我 做了一顿饭特别好吃 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以身相许了 连做饭这种最基本的 照顾自己的事都做不好的话 你想成一个家 你也是这个家的累赘 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别人懒的时候 你不懒啊 当我们说别人贪的时候 你不贪啊 你明明没有那么爱 你不还是在贪人家最后给你做的这点饭 这些温蠢和一个男孩子告诉你 我有多爱你的时候的那一瞬间的真诚吗 你如果不贪 你怎么会说 他妈妈那一套老婆小必须得卖掉 给你们换电梯房 那套房说一千到一万 老人的名字写着老人还的贷款 你们就没权利硬逼老人换房子 这一切摆在你们眼前 假如他不是那个人放了 否则的话你将会害了你姑娘 看看她 那接下来我们三组嘉宾都是 回到门后面 考虑一下你们的解释 那套房 我会被装着 整个温蓝 我们都 disappointment 我会愿意 这么感觉 找到的 谢谢 kayak 开门 有戏 一千一 一千一 太好了 来 翻身成功了 是吗一千一 是 同意了 一千一连了快得回家 那您回家吗 必须得回家 要回去陪老婆玩 是的 不要往外头玩 不能吧 不能了 对 这就特别好 来吧 敬重你们浪漫的三十秒吧 这抱得咋那么生锐啊 贴贴嘛 抱抱嘛 两个人面背面嘛 就是 祝你们幸福啊 叔叔阿姨 谢谢 谢谢老师 最后再说一句 二位别白来 孩子不是没对象的吗 先让孩子换个手续号 192就要来 好 特别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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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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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揭晓 第二组这个嘉宾的答案了 第二组的答案了 他们两个人 是要复婚不复婚的问题啊 对 我觉得她俩也会出来的 别出来的 别出来的 米娜姐是希望她们复婚的 对 她俩复了吧 反正散了以后 这个我觉得她也复了 有没有说到 但是我也不太想 别出来 妈孩子还要好好学习呢 还需要这些辅导作业呢 行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在这些小结果之前呢 要提醒大家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热线 02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来吧 我们开门看结果 我们有客人 没有客人 特别好 女生还是决定要走 她其实是因为另外一对 看到了年轻时候 因为不会选择 没有去拒绝 所以才有了现在自己这个结果 所以她就发生人喜悟 那你们判断第三组会出来吗 男的肯定会出来 我觉得 要么就可能一个人出来 来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请开门 没有 挺好的 这两组女生 其实到最后都是想明白了 对啊 就是明白了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女生也挺好 她其实用这种方式 就告诉了男生 我就是不想嫁给你 她真的接纳了你的意见 我觉得是 你也不用等一年了 对吧 这样挺好的挺诚实的 又真诚 对吧 真诚地面对对方 也真诚地面对自己 希望咱们都能真诚地面对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自己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宝围战 本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全新号盾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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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